加州州长纽森的夫人 电影制片人西贝尔 在洛杉矶出庭作证 讲述了自己几年前 遭好莱坞大亨 哈维维恩斯坦性侵的细节 维恩斯坦对多项性侵犯指控不认罪 包括四项强奸指控 四项强迫口交指控 强迫性插入指控等 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西贝尔 曾撰写导演和制作过多部纪录片 她是将在审判中作证的八位女性之一 大多数女性都使用化名作证 但西贝尔的律师确认 她是维恩斯坦的受害者之一 当天第四位出庭作证的原告西贝尔说 她有点紧张 在讲述遭性侵的过程中 她情绪崩溃并哭泣 她在法庭上说 在2005年的多伦多电影节期间 31岁的她和其他业内朋友 在酒吧里认识了这位电影大亨 西贝尔说 维恩斯坦向她走过来 做了自我介绍 并邀请她稍后见面 继续他们的谈话 因为她有一个会议要先去参加 我觉得我必须去见她 也许她会给我一些好的建议 我以为她们真的有兴趣 和我谈论我的工作 她还补充说 她和一个朋友 在另一家酒店的酒吧 见到了维恩斯坦 维恩斯坦非常专注于地告诉我 我很特别 并补充说 她希望能留下来多聊聊 但必须赶飞机去纽约 她说 2005年9月底 维恩斯坦在洛杉矶时联系了她 当时她住在西好莱坞附近 据西贝尔说 她在她的一个派对上停留了5分钟 并说 我会和你联系的 我想和你一起吃顿饭 喝点东西 然后继续聊天 我们可以谈谈你的电影项目 她打电话邀请她去一家酒店 一名助理告诉她 会面将在维恩斯坦的套房举行 她告诉法庭 在她到达后 维恩斯坦或一名助理 让房间里的所有人离开 然而 当他们单独在房间里时 维恩斯坦脱下西装 换上长袍 然后开始操纵和威胁她 同时提到了几位女演员的名字 她说 维恩斯坦先是用手指插入她的私处 然后是她变形的阴晶插入 她知道这是不正常的 她知道这不是双方同意的性行为 她还说 一开始维恩斯坦无法勃起 然后她把我推到床边 把阴晶的一部分插进我的身体 她不能待在里面 因为她的阴晶太奇怪和畸形了 她意识到了这一点 我只是担心我会得什么病 太恶心了 西贝尔说 她被吓呆了 但她把手放在维恩斯坦的阴晶上 试图让她停下来 我发出一些声音让她快点射精 一些愉快的声音 西贝尔说 维恩斯坦射精后 她说不出话来 我只是想离开那里 当被问到为什么在强奸案发生后 还继续与维恩斯坦通过电子邮件通信时 西贝尔说 她觉得发生的事情是一夜情 维恩斯坦当时已经结婚了 我试着把发生的事情放在一个盒子里 尽管有时她会跑出来 我的悲伤和恐惧有时会变成愤怒 当被要求描述维恩斯坦的体征 她说 她身上有很多瘀伤 黄色和绿色的斑纹 肚子上有很多斑纹 非常不健康 感谢观看